Because it's so good It's a good life 時隔近五年推出理想狀態 濃縮出到十年的所作所愛 宇宙人花了許多時間打磨 也很享受臨場激盪的片段 在某一個瞬間然後彈出 其實如果你慢慢編也編不出來的東西 對 那些東西反而有被紀錄下來 這張專輯有幾段可能 bass比較獨奏的地方 那些都是在練團的時候的第一次take 好喜歡你的樣子 想給你我的鑰匙 主打歌你的樣子闡述情人眼裡出西施 延續宇宙人的輕快情歌風格 也能看見他們的成長 那是一種認定 認定感 認定對方 然後你可以 就是我們可以一起住 然後我覺得這個甜甜的感覺很棒 然後袁迴寫的態度在講情歌這件事情 像以前我們有花花這首歌 然後我覺得你的樣子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宇宙人的風格開始長大了一點 編曲上面我這首歌真的是下廚的功夫 然後每個東西都是非常精密的 就是這個配這個這個配這個 用心處理每個細節 包括藍色的你編曲 小玉巧妙建立嘻哈音樂 阿葵設計無所事事偽奏 歌迷反饋聽完很有力量 邦Q請來紐約小提琴手 幫自己來更加豐富 從技術到企劃層面都更成熟 以讓宇宙人二度入圍 進去講最佳樂團 要與好朋友Jade同場競爭 比起首張專輯 著急享用音樂證明能力 Jade第二張作品Snow White 在疫情後心態轉變回歸自我 替現代人發聲 鼓手AJ更首度為全曲填詞 所以差一點算是 這整張專輯沒有吃火酸的前幾名喜歡的 就是自己給自己一個定位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也會被限制住 那反倒是他開始寫這首歌的時候 要重新認識創作人這個定位 像我的夥伴Dodo也是 也許大家會覺得哇Dodo很屌 可是他有時候也是會對自己沒自信 通常這些人都把自己逼到絕境 鑽牛角尖這樣 然後我在後面看 真的是從後面這樣看就看得很清楚 我寫這個詞說實話是德性英雄 專輯錄製則是Dodo在自己房間內完成 有些歌曲還保有貓叫聲 或收吉他等等環境音 Snow White這張專輯有很多的Vocal 甚至真的都是我第一次唱就 第一次唱就用了 因為我後面多唱幾次我都覺得 沒有那個當下最直接的感覺 後來才覺得好 那就乾脆試試看整唱再加油 聽到有一些有趣的一些環境 好像有點像變彩蛋的感覺 曾經入圍最佳演唱組合 J的今年轉戰最佳樂團 包括以江福卡夫卡入圍的聲響樂隊 睽違十年推出真面目的生子蟲 唱出對夢的好奇的大象體操 以機械人眼光創作的Robot Swing 還有將都市傳說協境專輯的A入同更生 都是強勁對手 不只樂團競爭激烈 最佳演唱組合獎入圍名單也各具特色 深白色二人組睽違十五年再初級 集結這些年在音樂人和父母等 多重身份轉換間激發的音樂靈感 其中選擇性遺忘 是端端特別想寫這個年紀背負的壓力 以及對年輕時的遺憾 我寫了詞然後被他刪改 刪改到後來只剩下歌名是OK的 其他的歌詞都被改掉 但是我很喜歡這個作品 也覺得算是我們步入下的階段 一個很不一樣的東西 我需要做選擇性遺忘這個動作 所以那個時候他寫了選擇性遺忘這個主題 後來就把它整合成一個這首歌的歌詞 你教會我的事持續走向 較符合商業情歌 深白色二人組也不留於套公式 請來吉他演奏家保補八度路合作 保有歌曲個性 我們其實花很多心思在去追求那個 可是他不太一樣 尤其是說2022的歌 應該跟2021年要不太一樣 像時尚 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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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很多 然後我突然覺得 我找一個本來就不是彈商業國語 情歌的老師 但是我又很喜歡他封歌的 我們來合作看看 肩奏的部分 我覺得他很有電影感的畫面 那個對我們在配唱的時候 幫助非常得很大 深白色二人組一路從情侶唱到組成家庭 成軍十三年的翠月團也在去年登記結婚 對於愛有更多想法 主打歌 愛是我們必經的辛苦 以及相愛就是說了一百次對不起 就在傳遞愛不容易 辛苦會讓愛更深刻 我自己心裡的體悟就是 我們已經在一起十幾年了 但是不管是多緊密的關係 都是沒有辦法把對方變成自己 然後這兩首歌它講很多關於愛 如何去在關係中 打到屬於自己的樣子 暗示我們必經的辛苦 還募集上百位歌迷念歌詞 讓翠月團與歌迷聲音合而為一 有一些粉絲他們會很多人一起唸 對 然後就點得開心 好久我都喜歡 比較輕柔的一首歌 我們在跟魂醫師調整 就是那個比例的時候 就會發現 這誰的聲音特別突出 對 但是就是因為這種很多不同的連結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另外在創新名寺 引領潮流的911 來自香港的絕命青年 2017年首次參加金曲獎就得獎的 先生小姐 這回都要繳住最佳演唱組合 留下榮耀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